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石光 我們看到日本九州 在這個月連續發生兩次地震 那特別是這個週末 雄本的大地震 引爆了整個包括日本的汽車 跟半導體供應鏈 出現斷鏈的危機 那引發今天日本股市重挫 中場日經指數大跌將近600點 同時日元出現大幅度的走升 盤中多次升破了108塊 對1塊錢美金 到底這個雄本有多嚴重 那雄本為什麼 過去我們一般雄本雄 感覺九州雄本是一個觀光區 可是沒有想到 它在半導體 鋼鐵 跟原材料的工業地位 竟然如此吃重 所以九州的一個大地震 到底對於日本的經濟 會產生多大的一個衝擊 會不會給四月底日本央行的利率寬鬆 跟貨幣政策帶來更多寬鬆的藉口 所以我們先從日本九州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觀眾朋友要注意到 因為九州是台灣人 很喜歡觀光的地區 可是在長期百年來的工業發展 其實九州的重工業污染 是非常的嚴重 怎麼做解讀 然後另外我們觀察 就是在這個週末 這個聚焦於杜哈談判 結果這個原油動產協議 在最後一刻宣告破局 特別是耶朗的不加入 以及沙烏地阿拉伯的反悔 使得整個動產協議的破局 引爆了今天全球的油價 盤中一度重挫了7% 那我們要怎麼做掌握 今天特別請教四位來賓 從這個熊本九州的大地震 看到杜哈談判大地震 這個破局的一個發展 好 我們第一位請到是 聚焦網的佐竹碧 邱正 邱老師 好 第二位請到的資深分醫師 葉俊敏 第三位請到我們的財政記者 丁萬明 第四位請到我們的財政分醫師 曾煥文大K 好 今天這個我們看各主要的投資的消息 都關心的是日本的供應鏈 再度出現斷裂 經過311大地震之後 其實事實上還有板神大地震之後 事實上日本的企業 本來是準備好 為了應付這種天災的一個影響 所以這供應鏈 似乎是做分散動作 可沒有想到這次九州大地震 再度打擊了日本在汽車跟電子材料當中的供應鏈 所以目前我們看到 Toyota是宣布大概兩個禮拜 可能會全面或部分提供 那Sony 特別是CMOS的感應器 更是出現大範圍的停工動作 直接影響到了全球的電子跟汽車市場的供應 跟目前的一個零組件提供的一個變化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在今天禮拜一 日本的金融市場單直接面對天災的發展 那我們先從股市跟會市同步做觀察 但日本股市今天開盤就出現重挫 而且盤中一度跌點超過600點 那中場是大跌了3.4% 收盤是跌了572點 那另外日圓則出現大幅的走升 盤中是升破了108 那在下午盤的時候 一度來到107.9的一個價格 所以我們看到日圓狂升 日股大跌 似乎充分反映了這次九州大地震 對於日本經濟的一個打擊 可九州有那麼重要嗎 我們講工業 一般是關東的工業區或關西的工業區 不然就是大阪神戶的工業帶 那為什麼九州的影響那麼大 關於我們從日本的地圖做觀察 其實日本主要有四大工業帶 第一個工業帶 當然就一般我們講的就是屬於關東的工業帶 就是東京為主 另外還有包括關西工業帶 包括明古屋 那另外就是大阪跟神戶這個工業帶 事實上日本四大工業帶 還有一個北九州工業帶 所以這個四大工業帶 基本上各負其責 支撐了日本的經濟發展 那這一次整個北九州工業帶 似乎也受到地震的一個衝擊 至少進行暫時性的一個停工 跟修整跟整理跟調查的動作 那我們更往下做觀察 因為事實上九州 在整個日本的半導體產業的占比非常高 從產量做觀察 九州這塊地區 它基本上在整個日本半導體生產 將近四分之一 那從產值做觀察 這產量 假如我們從產值做觀察 更是接近三成 所以事實上 日本的半導體很大部分 在九州做生產 特別是包括Sony 幾個重要的半導體工廠都在九州 甚至我們在底下看 從半導體製造工廠 其中福岡就有84家 包括這一次我們看到 震災最嚴重的像熊本 就有30家 另外包括像長崎 也有這個將近有 這個5家到10家的一個規模 另外太陽能電磁場 更是集中在於熊本線 所以我們看到 整個包括太陽能 包括了半導體製造 甚至像原材料 電子儀器 設備等等 九州事實上 這是熊本 佔一個蠻重要的製造的一個氛圍 那更重要的是 觀眾朋友你知道嗎 日本經濟非常不好 可是從過去2008年之後 整個日本經濟的火車頭 我們不看產業 我們看區域 按照最新的一個調查跟統計 過去其實從2008年 全球次大海峽之後 觀眾朋友 這兩個工業生產的幀率 那黑色線是全日本 紅色線是九州 事實上你看到很明顯的 就是九州的工業生產 是大幅的高過全日本的工業生產的成長率 那我們更引述了官方的一個調查報告 從整個日本各地區 去年來 事實上只有一個地區在成長 其他包括像東北 像北海道 像關東地區 基本上都在衰退 所以事實上九州是從2008年 整個日本製造業復甦的火車頭地區 我們不分產業 以地區來講 所以事實上 一旦九州出現製造業的損毀或打擊的話 對於日本整體的製造業 傷害是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我們從這兩個圖 可以讓官瞭解到 為什麼今天日本大跌 因為唯一的火車頭出軌了 受到天災 雄本地震 跟九州兩次地震的影響 這次看起來損失是不清的 可能具體規模會高達百億美金之上 那假如日本沒有了九州 事實上日本製造業的衰退的幅度 會遠遠的超出預期 所以據我們觀察 我們第一個就回來看 我們從區域做觀察 從官方的兩個版本 從08年之後 其實事實上日本經濟的火車頭 就是九州區域 那甚至從去年做觀察 紅的就是成長 那藍的就是衰退 很明顯的官方可以從這畫面看到 從日本官方的一個景氣調查當中 也只有九州的企業信心 商業信心 是全日本當中最強的 它扮演一個很重要的火車頭部位 那今天台北股市也看得受到影響 原因就是包括半導體 包括汽車原材料零組件 甚至太陽能材料 都是以九州為生產基地 所以這一次的衝擊多大 日元金的大升 日股的大跌 那按照過去的經驗又怎麼做解讀呢 對 這個其實這讓我們回想到之前的 這個311大地震 那時候因為日本是 幾乎是所有的這個電子相關的 一個產業的最上有 對 所以這個之前311大地震的時候 大家擔心到日本斷鏈的問題 那其實這一次大概也會擔心 同樣的問題 不過因為地震的位置不太一樣 剛剛市長已經提到九州的部分 它本身是半導體的重症 我們先來看一下九州的一個位置 因為九州來看的話 這個整個半導體的這個製造當中 日本的一些知名企業 像剛剛市長所提到 像Sony 這個東芝 日本 這個日立 三菱跟富士通等等 其實都在九州有設廠 那以半導體的角度來看的話 1980年大概在九州的部分 佔整個半導體的產量 大概40% 那現在來看2015年 也還有30%上下 對 所以它的佔比是非常重的 那另外一部分 因為你要生產半導體 第一個電源要穩定 第二個需要這個水 來做一些這個去霧的一些動作 所以那個地方大概都符合這些要求 對 那為什麼全部都集中在那個地方 因為那個九州的部分 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發生過大地震 是 其他地方都震過 所以趕快移到最後一個沒有地方 沒有地震的地方 這次又發生大地震 對 有時候這個真的是沒什麼地方 因為剛好是在這個環太平洋的這個地震帶 對 那這個就不用談太多 不過我們比較擔心的是什麼 就是說這個會不會只是一個 林青的一個地震 就是說單獨的地震案例 是 那事實上有這個專家學者認為是說 他會衍生成一個這個連續地震的 一個這個地震帶 因為很意外是九州 這個月兩次大地震 對 這是大家覺得有點驚訝 因為說一次大地震 就把地殼底下的洞能給釋放掉了 可沒有想到才四個沒有幾個禮拜 對 而且這個規模還更大 對 一般來講這個主政會比較大 對 那後來余政會比較 好像看起來好像不是 好像是兩個主政的感覺 對 那之前發生這個六點 瑞士規模六點五的 那後來又發生這個規模七點三 是 那感覺上是發生在這個 日耐九的斷層帶 是 大概在這個地方 日耐九斷層帶這個地方 那現在我們以這個整個日本地圖來看 就大概這個地方 這是九州 對 那這是日耐九的這個斷層帶 那現在這個以日本的專家學者 就是入合老大學的地質學家來看 比較擔心說他會發生連鎖性的地震 是 從這個地方一直震到這個 就是連續發生地震 對 這是後面比較令人擔心的問題 那如果說以這個假設這樣發生的話 當然我們也不希望說有這種天災人禍 但是有時候發生地震變成是一個 供給側改革的一個原因之一 是沒有辦法 去產能 就戰爭也是嘛 這個都去產能一個方式 那如果說以這個日本的一個產業的一個供應鏈來看 之前三一大地震在這個地方 對 這是以三一大地震 當時的這個日本產業的規模 我們持個例子 夏普被郭台銘給買掉 因為當年夏普就是被板神大地震一震下去 夏普就再也站不起來 這個夏普會去神戶大阪地區 也是因為當年的關東大地震 本來被關東一震下去 其實夏普差點起不來 只要搬到神戶去 結果沒想到板神再一次大地震 夏普最終的下場就是被郭台銘給併購 對 所以夏普搬到哪裡大家特別小心 這看起來這個還蠻恐怖的 那以這個九州在這個地方 大概是一個半導體的一個重症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 九州的這個半導體的一個產量 大概佔日本規模大概百分之三十 那其實在這個三一大地震之後 其實大家有思考幾個問題 第一個 日本因為本身地震太多 所以那個產業外移的速度 其實越來越快 那我們以這個三一大地震之後 對外的一個投資變化來看 這個大概也回推到目前的一個狀況 二零一一年當時是發生三一大地震 那當年對外的投資規模 從原來的前一年大概是不到五兆日圓 提升到九兆日圓 對 大幅的一個增加 那外移的地區包括印尼 這個隔一年往上大幅的跳升 包括泰國的部分也是一樣 這個從一兆 去了就不回來了 去了怎麼會回去 這個當然不太可能 那如果說以這個最近這幾年來看 包括美國在隔年也增加蠻多的 這是在這個對外投資的部分 那到二零一三年 大概主要集中在泰國跟越南 這個是日本的一個動態 就是說在整個大地震之後 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在於他的民族性 可能有一些改變 對 在之前大地震 有人說三一一是一個這個轉折點 是 從三一一之後 其實日本的右派 開始逐漸的抬頭 那可能可以觀察一下 那到底發生什麼原因 這個我們可以持續推敲 比如說這個之前的這個首相 對於這個地震之後的處理不好 所以開始對於這些這個原來的政府 這個不滿 所以後來馬上就下台 這個有人是說這個是一個鷹派抬頭 一個時候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個安倍晉三 就是大概從那個地方慢慢崛起 大概可以這樣推 那第二個部分造成這個貨幣的變動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剛剛市長所提到日經跟這個日圓的部分 日圓來看的話 因為往下是代表升值嘛 對 所以目前來看是呈現一個這個 短線上強勢的升值的態度 是 這很像什麼 像這個三一一大地震的時候 他一開始先往下升值 對 升值完以後就開始走扁 是 所以這個有時候是敲 就踢最後一次的這個往下的走勢 因為我們在日本是老工業化的國家 事實上每一次地震 對於日本這個老人家 事實上是很傷很傷的一件事情 所以短線上可能是避險 所以升值 或者是把海外的投資匯回來 因為我這個國內缺錢嘛 所以他很多海外的投資趕快會回國內 可是從日圓長期扁決的時候 日本國力被三一一傷得很重 對 沒錯 那另外呢 從日經的角度 這是日經指數 當日圓走升的時候 他一定往下跳 對 那如果說日圓開始走扁 他就會一路往上漲 那現在也是一樣 這個往下跳的時候 那這個日圓往下走的時候 那日經指數當然也是往下重挫 所以今天日經指數是亞洲市場裡面 跌得最重的 對 沒錯 這個跌了六百點大概已經接近四趴 那日本這次來講 他的這個 我們提到匯率跟產能利用率 還有差不多企業獲利的角度來看 我們看兩個東西 以二月份的這個日本產能利用率來看 其實高達九十四趴 對 所以你看一下 這是從2008年以來 他的一個產能利用率的變化 其實大概都維持在 因為他是以 他不是百分之百 他是以2010年當作一百 不是他真的產能利用一百 那就恐怖了 所以二零一零年 那其實二零一年以後 不管他怎麼實施QE 產能利用率也沒有提高 大概可以讓這樣 但是這是日本的企業的利潤 他卻往上增加 那增加到什麼時候 大概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那個時候 就日圓一直往上走貶 所以他利潤是從他的匯率貶值來的 並不是真的企業產能利用率提高 從那邊看得很明顯 另外日本的這些地震所造就的這個日本的民族性 跟一般比較不一樣 比如說他會發明很多神器 我們看一下這個其中兩種神器 一個是看起來像書包對不對 他就是書包 他就是給小孩子用的書包 而且中國 中國人很喜歡去中國大陸 這個去日本買書包 那這個書包最貴的話 一個可能要十萬日圓 那為什麼那麼有用呢 來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地震的時候 他可以直接蓋在你的頭上 當作你的這個鋼盔 真的喔 對 他有副鋼盤 對 所以這個可以當作保護頭部的使用 第二個萬一發生淹水 他也可以當作一個漂浮的這個浮板 來使用 所以有人說他是救命神器 是 所以十萬日圓還是很多人買 一次買兩三個 而且他這個東西 其實素材不太實用 光空殼就1.5公斤了 對 再放個書包便當 可能加起來四五公斤以上 這小孩子不知道怎麼背 那另外一個因為日本很多木造的房子 對 那木造房子只要一發生火災 其實你知道日本最怕四種東西嗎 第一種是地震 第二個是雷 打雷 第三個是火災 第四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什麼 父親 他的四大恐懼就是四大 對 那地震我們就大家都知道 對 另外因為地震他日本很多木造的房子 木造房子只要發生地震 或者是打雷 就很容易失火 對 那失火怎麼辦 你遇到老人家這個 我們說一般就是用消防器 對不對 要把這個這個摔子把它打開 然後這樣子 那很重 對 那還不好搬 那怎麼辦呢 他就發明一種 跟這個棒球一樣大小的 這座這個滅 這個滅火魔法球 對 你看一下這個圖 這個只要燒 高達一公尺的這個火柱 對 你一個女孩子就可以把那個 滅火魔法球拿起來 往那邊一丟 火就可以滅掉 是 所以這個因應地震 其實日本發明了很多神器 其實我們可以特別觀察 好 我們看一下 其實剛剛Jim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日圓跟日古的變化 這個同樣我們把板神大地震 跟日本三一一大地震 來做個比較 其實板神大地震 當時爆發的時候 觀眾朋友一樣 這是大圖 這是小圖 其實板神大地震 日圓是先生 後面就長扁 這個當然是因為亞洲金融風暴 可是這一次我們看到 當時在一九九五年的日本 在泡沫危機之後 其實日本國力還蠻強的 所以升完之後 扁完之後 能夠再升回來 就是先生後扁 可是國力強嘛 可以再升回來 我們看一個國家貨幣的強弱 可以看一個國家的競爭力 可另外一次就是三一大地震 三一大地震 同樣也是先生後扁 那他扁到哪裡去 就扁到這一大段 觀眾朋友就是最近扁到一二五的這一波 可是現在問題是 日本經過幾次的大地震 隨著日本工業的老化 它還能不能站得起來 這是個大問題 那另外一個最大問題 觀眾朋友最近很多人換日圓 是說哎呀我太晚換日圓了 我們看到日圓多單是來到 幾乎是歷史新高 按照我們剛剛過去的經驗 日圓可能會進入一個最後的逃命波 短線日圓可能走強 可是在大地震完之後 日圓具有長期走落跟走扁的機會 所以觀眾最近看到日本大地震 當然我們這個傷亡蠻多的 我們聽他難過 可是在投資的角度來講 或許日圓短切轉強 可是從半生大地震 跟三一大地震的經驗 都是趕快把手上日圓賣掉的重要轉折 這是十年度的轉折 我要請大家可以做觀察 因為事實上從半生大地震 到現在都沒有恢復 到三一大地震更是影響了日本的很多的產業 現在又來了九州大地震 因為事實上九州 觀眾朋友知道九州有多富嗎 假如我們把日本拆開來 把關東拆出來 把這個神戶地區 半生地區拆出來 九州拆出來 九州這個大島 他只要用GDP計算 台灣是全球第23名 台灣是第27名 所以光是九州的GDP 大概就等於挪威跟瑞典同樣的等級 尤其是它工業的產值非常的高 這一次的大地震 把日本唯一的經濟向上的拉力 給震壞掉了 您的觀察 日本九州的7.3級地震 大家覺得很大對不對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在厄瓜多爾 對 它也發生了一個7.8級規模的地震 對 現在市場上都想說 短短的不到一個禮拜時間 從4月10號到4月16號 對 包括阿富汗7.1級 緬甸7.2 日本九州7.3 二瓜多7.8 對 你看 這個等級越來越高 我今天就看到一個新聞 我覺得很可怕 他說預估在2020年之前 全球會出現規模超過9以上的地震 我們看我們台南才2月份才大地震 對 台南那個也才6.4而已 就已經傷完滿重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還滿可怕 如果真的發生的話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是 那我們接下來講到說 日本的這個地震 剛剛事官有舉到日圓的例子 我這邊剛好做個整理 在1995年的時候 板成大地震 那時候日圓其實是從101升到79 對 強升 對 那股市大約跌幅是27% 我大概統計一下 那2011年3月11號發生 這個東日本大地震的時候 日圓是從83升到75 那當時的日本股市跌幅大約是24% 對 所以過去兩次發生大地震的時候 都是日圓狂升跟日股狂跌 大跌 對 那這一次我覺得後續要持續觀察 日本不是說可能一天就反應這個利空而已 那我們再看一下 我舉311做例子 311之後的一個禮拜 日本股市是跌了17% 當時全球的股市包括像德國跌了5.88% 台灣跌幅第二名來到4.7%了 我後面會有一些例子來舉證 如果日本股市大跌的話 對於台北股市其實影響蠻大 因為兩邊的這一個 產業 產業的關聯度非常非常的高 對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日本九州部分 這一次受到的產業影響到大概有哪些 我們大部分知道 比如說像這個感測元件的部分 SONY的 對 然後這個LED藍光部分也有 然後矽晶圓 然後液晶模組也有 然後半導體設備 然後你剛剛提到的太陽能電池等等 然後這個封測的設備 然後晶圓測試 甚至連銅箔基板 然後類比IC 還有被動元件等等 其實影響都蠻大 那今天報紙又有公布說 哪一些公司已經在做停產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 包括像這個本田Honda的部分 然後Toyota 汽車 豐田 日常Nissan 還有三菱電機 然後這個東京威力科創 還有SONY 三菱跟瑞薩電子 這幾家公司 基本上目前都已經傳出是停產的情況 是 那停產的話 那科技的生產線 其實對這種地震非常敏感 像台南大地震六點多級 這個台積電的稅晶圓 就超過兩萬片以上 直接打擊了台積電第一季的財報 這次熊本搖得更兇 其實影響打擊更大 對 這個台積電的這個南科 聽說還沒有完全的復工 都還在這個 氣台調整 對 還在調整當中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如果發生這個工廠停產之外 之後我覺得會有兩個效應 第一個就是漲價效應 原本的產品會漲價 那漲價之後會影響到 後面的供應鏈的生產成本 譬如說這邊有統計 日本在311發生大地震之後 對於他幾個貿易比較高度相關的國家 生產成本影響的有哪些 對 譬如說他舉例的包括 像大陸 印尼 南韓 馬來西亞 菲律賓 台灣 泰國跟美國 對 那平均來講 對於生產成本增加平均是2.2% 對 那如果高出2.2的話 就算是高度相關 對 像台灣呢 在311地震之後呢 生產成本增加了3.4% 對 這邊有細項的部分 譬如包括化學 石油 橡膠 金屬等等 很多對不對 那平均來講 整個生產成本增加3.4% 那像這個馬來西亞呢 增加2.8% 都是高於平均 像泰國呢 增加3.3% 所以這樣整個看下你會發現 如果日本這次熊本地震呢 感覺上呢 對於馬來西亞 台灣跟泰國呢 後續的影響 我們要持續做一個關注 對 那過去來講的話 包括這個1995年的這個 板神地震跟 3.1 2011年的311地震呢 對 那個時候 像這個板神地震呢 它主要是製造業跟造船業 是 那這個311地震呢 它主要是對半導體 石化 汽車 跟電力供應有一定的影響 是 那當初這兩次的地震 死亡人數跟避難人數呢 其實目前看起來是遠遠超過這一次 但是呢 我們還是要持續做一個關注 再來就是轉單的部分 對 對 大家想說 這一次台灣到底有沒有轉單的效應呢 我舉兩張股票做例子就好 我覺得有時候呢 不能太一廂情願 是 像這個 韓國有一家公司叫做東部高科 它也是做CMOS 對 對 CMOS 它今天的股價收盤呢 是大漲2% 韓國股市今天是跌的啦 對 它是跌的 亞洲股市今天幾乎都是跌的 對 它內市上漲2% 而且呢 這個高點啊 距於前波 這個高點是歷史新高喔 是 它不是波段高 而是歷史新高 對 所以代表這個 這家公司呢 韓國受惠了 對 它是受惠的機率非常高 那這個Nissan跟這個Toyota的汽車 基本上呢 跟現代汽車的CP值是比較接近的 是 所以現代汽車今天也是大漲1.65%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台灣在等這個轉戰部分呢 我覺得有時候要等訂單真的出現的時候呢 再來做觀察 就不僅沒有轉單 反正我們成本變高 對 而且另外一個就是台灣現在另外一個這個 道德上的這個尷尬 怎麼講呢 因為3E的時候 我們對日本捐款了60億 全球最高 62億台幣 那這一次呢 我不知道要捐款多少 但是至少這個機器已經拉那麼高 60億 如果你這一次沒有捐到那麼高的話呢 感覺是好像這個 這個 善心打折了 對 沒有錯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後續要觀察 好 我們先觀察一下 這個九州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我們今天往回來觀察 因為事實上九州 過去對台灣來講就是觀光的地方 可是九州的工業發展史 其實可以追溯到上上個世紀 那事實上 九州有帶來非常嚴重的工業污染 或許我們去九州看得很漂亮 事實上那葛污染的嚴重程度非常嚴重 長期的工業發展 第一個 它是日本經濟的火車童 第二個 熊本熊為什麼臉是黑的 觀眾朋友 我們就要從來 九州的工業污染 讓大家知道 我們不為人知的 九州的另外一面 好 我們看到油價 因為多哈談判的一個破局 使得大跌 油價不是在重挫嗎 可是我們今天從大陸的起火市場 忽然變成開低走高 為什麼 那漲最多的 除了包括農產品之外 最特別的就是鋼鐵製品 什麼原因 因為九州大地震 可能大家不知道 因為我們從過去幾年觀察 九州佔整個全日本鋼鐵跟造船的產能 高達31.6% 也就是日本每10噸的鋼 有3噸來自於九州 每10艘船的載重量就3噸 3艘是來自於九州 所以上九州的重工業 是已經發展非常久 而且基礎非常濃厚 那為什麼會使得今天整個大陸鋼鐵的起火出現了一個空多的大逆轉 原因就是供給車改革 一個天災會不會影響到九州目前 這些企業其實已經長期飽受警戒低迷跟虧損了 一場天災會不會就回不去了 就跟板神大地震的Sharp一樣 企業的經營能力已經遭遇到長期的低迷 結果碰到天災之後 整個企業就負擔不了了 另外一個IC產出的金額 在過去三年當中是佔了28.1% 農業產出是19.5% 所以過去我們對九州的概念就是 哇 農業的這個大區 基本上感覺是很漂亮的地方 可是事實上我們從日本抓出來的圖 從一個很特別的元素 叫日本的生元素 還有包括葛元素 我們先抓一個元素來看 這種元素的高低 基本上第一個是產這個東西 假如沒有產生 沒有產葛 那就是長期工業污染的累積 那全日本污染最嚴重的 其實就是九州 所以觀眾朋友去九州吃東西 其實要小心它的重金屬污染 因為發展的時間非常久 日本工業發展史 九州算是最早最早的 包括日本第一個官辦的鋼鐵廠 就來自於北九州 所以經過150年的生產跟污染 事實上雖然九州很漂亮 可是你不知道九州的水 九州的土壤裡面 有些是150年不會消化掉的一些重金屬污染 所以我請教萬民哥 因為九州的訂正 覺得很意外 又不是神戶 又不是大阪 又不是明古屋 又不是東京 怎麼會對於全球的汽車 對於半導體 產生那麼大的一個打擊 而且我們看到 原來九州 從過去的污染史來講話 其實九州是一個很嚴重重度污染的一個地方 我們都去九州 好山好水好漂亮 熊本熊好可愛 可是熊本熊肚子裡面 可能都是重金屬污染 怎麼觀察 到九州去看熊本 除了看熊本熊以外 還有一個特產 就是熊本的馬肉 也是非常有名的 因為那是以前 日本的這個 黃軍的這個羊馬場所在 所以在當地還有一點名氣 那污染那麼嚴重 污染到底有沒有嚴重對不對 我們不能 我說了不算 但是你看從他歷史來看的話 其實也不奇怪 為什麼 就是日本近代開放的這個門戶 其實就在九州 大家都知道這個 1641年德川幕府實施日本 這個一口通商 就是只有限制在長期 能夠跟進行對外貿易 那個時候就開始 九州的相對的經濟活動 就比較活躍 對 何況他在16世紀的時候 都已經開港了 所以很長一段時間 他就有點像中國的廣州 類似這種情形 當時要把這個一口通商放在長期 為什麼不放在江戶或大阪城 或者放在這個橫濱 有一個原因的 你看這個位子來講 相對於東京來講 這個九州是屬於邊垂地帶 是 他是把它當作半化外之趣 對不對 跟宜人通商的時候 集中在這個地方 不要影響到這個江戶 或者說這個京都 這種政治中心這個地方 對 跟這個乾隆對不對 當時下令一口通商的時候 對不對 他也不放在天津 他故意跟你到廣州去 是 其實思維都是一樣的 那日本一直到這個 19世紀 開始現代化的時候對不對 對 在明治天皇長大權之前 其實首先推動現代化的 也就是從九州開始 如果大家去看看歷史的話 就是說日本近代 日本這個明治維新 這個思想的發源地 提出尊王朗儀的地方 其實就在九州的這個 叫做沙摩藩 這個地方包括什麼地方 包括九州 還有本州地區的 比如說長州藩 四國地區的這個土佐藩 這些都是相對於東京來講 屬於邊垂地帶這個地方 但是也就是因為這些地方 長期對這個位在江戶的 德川募捕不滿 他們一天到晚就推動這個 想企圖模仿 他們日本人的歷史叫做 島牧運動 牧就是牧府 那個牧府是德川家康的 這個德川牧府 所以一直醞釀得很長 一直到十九世紀 給他機會來了 第一個 江戶的這個德川牧府 統治權力 還有這個領導人 這個能力出了問題 所以整個日本經濟並不是很好 反而是九州一帶這幾個 比如說沙摩藩 這個佐賀藩 他們就開始推動這個 新興的這種產業 工業化 新興的工業 新興的商業 反而這個地方再加上 長期對外通商的港口所在地 所以顯得相對比較發達 也因為這個 他比較早接近這個西方 所以引進了這個西方的軍隊科技 你可以看一個日本人自己做的一個統計表 這個1860年到1870年 這個日本各地進口的這個船隻 最多的就是牧府 按照數量最多的是牧府 然後其次就是沙摩藩 沙摩藩就是在什麼 沙摩藩就是在九州的這個西南部這個地方 是日本最西的地方 最角落 最角落的地方 但是也因為離這個日本政策核心比較遠 相對的對不對 他的自主性就比較高 但是如果從金額看的話 進口最多的就是沙摩藩 對 反而牧府這個地方對不對 相對比較少 他買的船不僅大 而且是好船 而且是好船 所以這個日本的近代史 就經常有一句話就是 沙摩的海軍 長洲的陸軍 你這個大家如果讀過歷史 不過甲骨戰爭或者說日俄戰爭中 海戰東鄉平巴郎 本身就是沙摩藩出來的 日本在偷襲珍珠港之前 在鹿兒島進行集訓 鹿兒島也就是在沙摩藩 也是日本海軍的這個 當時的大本營所在 這個都有一定的歷史 長洲的陸軍長洲在什麼 長洲就隔著九州 在九州的對面的本州最西的地方 就是現在的三口線 剛剛據明講說 為什麼311地震以後 日本的右派抬頭 這個日本的右派 就是起源於這個 日本明治天皇之前 所發動的這個 所謂的島墓運動 當時幾個領導的這個 番政第一個就是沙摩藩 第二個長洲藩 就是本州最西的這個 三口線這個地方 安倍晉山就是三口線的人 所以他們這一代 再加上就是九州的這個左賀藩 還有這個四國的土左藩 這四個地方名字天皇 這個長到大選以後 底下用的人幾乎都是 從這四個地方出來的 所以那個時候 當時很有名的一個通稱 叫做沙長土肥 肥是什麼 就是肥錢 肥錢國 肥錢就是這個左賀藩 所以它有一定的歷史 你可以看出來 這個日本在這個1868年 這個所謂大政奉還之前 這個九州的薩摩藩 跟這個長洲的這個 跟這個本州最西的這個 這個長洲藩聯合起來 發動了一場戰爭 這叫做霧城之戰 這是長洲藩的部隊 所以它是最早在日本 這個推動新式陸軍的這個領主 他當時有一個組成的叫做騎兵隊 這個騎兵隊就是有點類似特種部隊 打扮了幕府的部隊 而且是以少勝多 他們只有三四千人 可以把幕府的十幾萬部隊打垮 明治維新或者尊王朗儀 就是日本的這個尊王朗儀 或者說這個黃泉護股這些運動 最早的發源地都在這邊 都在這邊 所以日本人有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叫做這個 這個維新三節 維新三節裡面就是西腔龍勝 台灣人一定知道很多 這個大久保利通 這兩個人的地方就是沙摩藩 也就是九州人 另外一個叫做幕府校語 就是長洲藩 就是這個山口蟹人 對 也就是安倍的 全國都是這個地方來的 這個地方人 所以再加上你看山口縣這個 這個安倍晉三我們已經講過 他的外祖父安信介 他的外祖俗公對不對 這個佐徹隆落 都是這個山口縣的人 這一帶從這個本州的愛知縣 跨到這個日本海 內海這個 到了這個九州對不對 都是日本這個極右派思想的發源地 對 那世光剛剛講 這個他的工業污染很嚴重 這個明治維新 剛開始日本民間沒有能力造鋼鐵廠 第一個民營的這個 國營的鋼鐵廠 八番鋼鐵廠 就在日本的福岡 對 包括我們現在講的 日本的這個副首相 麻生太郎 對 他們就是福岡的麻生家族 麻生太郎他也當過日本首相 是 所以這一代的人 其實在日本的政壇裡面 尤其在知名黨裡面的右派裡面 是相當相當具有這個 深遠的這種影響力 再比如說這個長崎 三菱這個造船廠 也是日本這個明治維新以後 第一個建立的造船廠 第二個才是在這個 東京附近的橫須賀造船廠 所以他有他一定的 但在經濟上 世光剛剛也講到說 九州經濟為什麼特別好 你把九州的貿易結構拿來看 其實跟中國有很大的關係 九州的這個對外貿易 這個20%以上對不對 是這個對中國大陸出口 這個比例在1990年代的時候 只有7% 也就是說 因為地理地緣位置的因素 因為它跟中國最近 對 所以它跟中國發展的這個貿易 對不對 發展的也最快 也最頻繁 何況從這個 封城秀吉時代開始對不對 長期就長期扮演跟 中國通商的這個 這個商港跟門部 所以有它的歷史 有它的傳統對不對 再加上它現在特殊的 這個地緣的優越性 還有它在政治上 從明治維新以後 這種長期的影響力 所以才造就九州今天的這個 特殊的這個地位跟影響力 外民哥不然我下個結論 因為九州這個大地震 說實在還好 傷亡沒有那麼像板神 或311地震那麼嚴重 可會不會對於日本的經濟 或對日本的政治 產生一些化學變化 尤其是其實九州 就剛剛照外民哥 你的敘述跟形容 是要穩定很久 那這個穩定很久 形成一個非常大的派閥 包括了資本集團 可是這一次地震 會破壞這種穩定性 甚至我們四月底 日本央行有利率會議 這個大家在期待 日本會實施什麼殺手劍 可是九州來大地震 給日本央行或日本的這個財項 有更多寬鬆的藉口 會不會出現扭轉 所以我們說日圓可能 升完之後會大扁 因為你不知道日本央行要幹嘛 其實日本歷史上 都有東西的分歧 但是明治維新以後 因為它面向西洋 所以關東地區的影響力 越來越大 相對的像關西或者九州這種地方 它的影響力相對於早期 日本單方面跟這個中國貿易的時候 相比的話對不對 它是不能比的 比如說唐朝時候 這個日本發推動大化革新 對不對 這個當時的日本的政治中心是什麼 在大阪就是在關西 但是現在移到關東 但我是認為對不對 這個九州大地震以後 日本要加速這個經濟的復甦對不對 對 它一定要在政治外交經濟中 取得一個新的平衡 那新的平衡 我自己認為 它將來會跟大陸進一步發展 必要的這種經濟關係 這個時候對日本的政壇 會不會有什麼長遠的影響很難說 是好我們看到 所以剛剛結合萬民哥的結合 難怪九州過去是 整個從2008年這十年當中 日本經濟的火車頭 不管是重工業的基礎 還是地緣關係 還是崇尚自由貿易 還是政治的右派 基本上我們就要持續觀察 這九州大地震 幸好上亡不中 但到底會產生什麼深遠影響 我們值得進一步做觀察 好 進一步觀察的 還有包括這個禮拜天 進行的杜哈原油動產談判 結果這個動產的談判 在最後一刻台北時間的凌晨 宣告破局 引爆了整個原油的大沙盤 油價今天一口氣 跌掉了7個百分點 那這會不會對於 整個全球原油的供應 或油價 產生進一步的壓力 我們將廣告 回來做進一步的解釋 好 禮拜天就昨天 這個杜哈原談判 大家觀察著全球的一個動產協定 是否能夠達成 結果沒有想到 在最後一刻宣告破局 它也是意料之中會發生的事情 特別是包括沙烏地阿拉伯 在最後一刻 似乎產生了一些困難的條件 所以使得整個出現破局的發展 並沒有達成任何協定 因為其實動產的協定 它不是減產 其實已經很寬鬆了 影響力蠻不大的 只是因為這個 能夠在油價大跌之際 把OPEC跟非OPEC會員 集中在一起 一起來討論 是不是有些政治的利益 或一些共識能夠產生 是大家的期待 結果連共識都沒有要產生 所以我們看今天油價這個大跌 盤中一度跌破了每桶38塊錢的價格 我們指的是紐約清源油 使油價出現重挫 我要請教一下這個Challis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油價的供需 還是大麻煩 尤其是大家最擔心是油價的下跌 引爆了石化葉的違約風潮 另外油價的長期低迷 可能會動搖全球主要幾個產油國的 主權金金的一個運作方式 像挪威開始賣主產了 像沙烏地阿拉伯 開始減少主權金金的規模了 這都引發了 這是全球金融市場 一個非常穩定的一個基石 跟索馬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看沙烏地阿拉伯的貨幣大扁 主權金金的一個動搖 所以油價到底撐住什麼 我們怎麼看一下 這一次杜拉談判 有一次預料之中一定會破局 可是事實上他談的東西是一個比較 沒有約束力的 連談這個都會破局的話 就跟我約這個女生去約會 你要不要跟我結婚 你要不要跟我去一些不良場所 當然不願意 你又不願意接我電話 或要個電話號碼 連電話號碼都不願意給 基本上就代表 這事情沒有下一步 沒有下一步 不要說一壘二壘三壘本壘的問題 連電話號碼都要不到 那連牽手機會 當然不可能發生 杜拉談判 就像是一個要電話號碼的一個協議 其實沒有任何的約束力 只是要個號碼 號碼都不給 您的觀察 我想號碼給了 然後也沒有回信 或者說這個已讀未回 我想都是一個麻煩 那我們在分析油價的時候 分成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說 我們要認清 油價是什麼樣一個市場 因為所有的這個產業 它的變化因素都非常的複雜 那我們在看油價的時候 會把它看成一個寡讚的市場 就是通常它都有幾個龍頭 在主導這個油價的這個均衡價格 成交的這個價格 那這個成交的價格 如果說把它濃縮在這個個體經濟學裡面 大家不要怕 就看這個圖 這個圖的話 就是叫骨肉模型 本來不怕的 你要看這個圖就會怕 看這個圖 R2就是這個目前的沙烏地阿拉伯 那R1就是這個伊朗 沙烏地阿拉伯是以伊朗的石油 他們產多少 然後做自己的決策 那伊朗是以沙烏地阿拉伯 你要你的策略為我的決策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通常叫做古諾 古諾是法國人 古諾發展發明出來的 發明出來的一個模型 所以這兩個大頭所決定的這個均衡的一個 一個產量 這個產量所決定出來 就是一個均衡的這個價格 那過去我們從這個布朗 布蘭特沿油 因為一般我們都非常重視這個全球的這個貿易 跟交通 所以都用布蘭特沿油 當成一個index 那過去幾年以來 可以看到說2014年的時候 六月油價開始 從114塊或15塊左右 開始往下跌 那在往下跌的這一段當中 我提醒各位當初的兩個computer 兩個這個古諾的這個computer 一個就是俄羅斯 為什麼呢 因為俄羅斯受到這個 烏克蘭的這個問題 那歐盟也要制裁他 美國也要制裁他 所以他就開始 開始傾銷這個石油 來解決他的這個財政的這個問題 然後最低價的時候 曾經跌到這個46塊到48塊這個價格之間 那個時候 這第一段各位記住 那第二段呢 是在去年的時候 去年的時候 沙烏地阿拉伯已經意料到 為什麼 因為伊朗的這個 跟那個聯合國安理會的談判 已經在第一季的已經開始了 所以伊朗他就是 沙烏地阿拉伯 他就是不談減產 就是不談減產 每一季的這個討論 或者是議題的時候 減產議題不用談 動產也不用談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已經意料到 這個伊朗進來這個游市之後 是兩個computer就是要跟他 他就變成 可能會有三個computer出來 另外還有包括這個 還沒有被解禁的這個俄羅斯 有三個 那這樣的話 對沙烏地阿拉伯這個龍頭 這個壓力就很大 他雖然是產量最大的龍頭 但是他不能決定價格 而且他的這個財務的這個 財政赤字又開始在增加 那另外看到這個非的 OPEC的這個部分 像剛剛世光首提的挪威的 這個主錢基金 還有非常多的主錢基金 為了要維持這個福利的措施 對 一般來講的話 這個社會主義的福利路線 他的這個福利都非常好的 事業替代率幾乎都是百分之九十幾的 他就開始去賣這個主錢基金 所以美國的這個股市 還有今年年初的這個全球這個股市 但是我想對油價 因為油價這個下跌 主錢基金的這個敏感度非常高 對 那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油價就繼續往下跌 因為大家也不談這個減產的協議 然後也不談這個動產的協議 一路跌 跌到最低的時候 就是在日本實施這個1月19號 2月19號 1月19號實施這個福利率的時候 那個時候北海布倫特沿油 跌到了這個最低點 27.1 對 這27.1幾乎是 大概十幾年以來的一個最低點 是 除了這個二次這個油價危機 下來之後 跌到那個十幾塊之外 這個大概最低點 所以秀老師你開出一個重點 前面是商品屬性 因為各國拼命的增產 可是1月19號開始反彈 所以原油本身有金融屬性 因為福利率的關係 使得油價出現從27塊 一路談到42塊 那現在問題來了 因為這個談判是商品屬性 商品屬性跟金融屬性的對撞 會什麼結果在誰贏 加上商品屬性繼續跌 加上金融屬性就繼續漲 現在兩個在拉扯 那目前來看的話 剛剛也有跟世光談過 目前中國跟美國 他們是屬於比較減產的 那在這次的這個中國的 這個GDP的這個結構當中 我們發現到說 其實中國的這個供給側的 這個改革 從鋼鐵 另外從石油 效果不錯 第一個產業 它增加的第一個產業 農業 它增加了這個GDP 才一千幾百億而已 那第二個產業 就是有關於這個工業的產業 它增加了三千多億 另外第三個產業要注意 第三個產業就包括它的服務業 另外包括金融產業是增加了五千億 所以它整個前一季的這個GDP 是增加了幾乎台灣的1.5倍 1.6倍 台灣的GDP是五千多一枚 整年的不是增量 整年的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就可以看到說 油價這個下跌 對於實質的這個經濟方面 它有一些效果出來 它的確有一些效果出來 對第一產業會傷害 可是第三產業是讓利 像油價今天漲一塊一每公升 事實上就是被這幾天的這個 動產不動產給干擾到 可是漲一塊一 我加40公司 就少一個便當錢 對 所以說我們發現說 對這個最強的這個新興國家 中國來講 油價這個下跌 產生了這個金融 產生了這個實質面的效果比 金融面還要大 為什麼 因為中國股市並沒有這樣 就好像顯著的這個上揚 但是它的這個GDP的增長 就是非常的significant 就是顯著 那另外對於這個PM 也是到49了 已經快到50的 那第二個 對於這個剛剛所提的 世光所提的 對美國來講的話 它的這個金融面非常顯著 它股市 完全跟油價連動 對 都完全的這個上揚 但是對於這個實質的這個經濟方面 沒幫助 就好像覺得說 每一個數據看起來都不錯 但是整個數據來看卻又不好 對 有這種狀況 但是你如果說 就是那個女生 那女生五官很漂亮的意思 其實通常形容一個女生 五官很漂亮 通常就是不太漂亮的意思 對 美國金融就這樣 另外就金融面來講的話 可以去參考這個美國 二年期 十年期跟這個 三十年期的公債 我們最終的看法是認為說 整個油價的下跌是 長期的這個通縮 還沒有結束 但是短期的這個通縮 因為它的spread在 narrow 在這個縮小 所以短期通縮的這個現象 是在穩定當中 是OK好 非常感謝思維 謝謝 好